我今天要谈的题目 就是先锁人再锁国 那现在我们一直在讲 就现在中共遭到了全世界的攻杀 基本上环顾我们整个国家周边就没有朋友了 除了金三胖准备来捞油水的所谓的朋友 但是金三胖绝对在关键时候捅一刀的这个朋友吧 那基本上是没有朋友了 那没有朋友呢 我们就会说我们国家会走入了闭关锁国 这是好像是大家都讲的是必然趋势了 闭关锁国 然而我讲的这个闭关锁国呢 也真是必然趋势 一 它是主动的 主动的呢 为了外汇问题 为了减少在海外的华人反对派问题 是吧 为了华人没到少去海外 吸出这么多的真相信息 他先把人给锁住了 把人锁住了 就等于把钱锁住了 然后呢 对于权贵来说 当然不想锁国了 因为权贵是靠赚美元过日子的 人民币对他来说是可以印刷的 所以他真正的钱就是美元和黄金 对吧 那锁国了他就没有了美元黄金 但我觉得锁国将是一个被动 也就是说 现在全世界都以中共为敌 而中共呢 又想去领导全世界 那你想想全世界的民主力量 是不是要把中共灭不灭掉 这一点呢 我想是未必所有人都要把灭掉中共呢 他觉得可能会代价太高 但是呢 他会把中共的实力和他的武力 和他的所有的宣传能力 会圈回到他自己的所谓的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然后呢 至于他在里面打孩子打老婆 那估计有很多西方国家可能也看不到了 我是当然希望他出手 帮助中国人民把这个邪恶的东西给灭掉 对吧 但是呢 我认为呢 完全灭掉短期视线也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把它锁在里面 让它变成一个西朝鲜这个趋势 是已经很明显了 好 我现在说说他已经开始动作了 要锁人了 那从几个点子上看啊 第一个 6月20号呢 他通过了一个叫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国内现在所谓的疫情 他就停 基本上停办了护照 停办了新护照 也不对过期护照进行延期 然后呢 这个他的借油头是因为疫情 其实这个疫情呢 跟这个事情是说不通的 也就是要不让他们出国 有没有飞机带他们出国 这是另外一些别的国家的事情 国家 但是呢 护照是一个公民的权利 任何一个公民都可以办 应该领到他的护照 但是呢 现在领护照的大部分 都不需要面对面做的事情 都是可以在网络上做的 或者邮寄 你看看国外领个护照 哪有需要什么很多动作 在邮局 在澳大利亚的邮局 就可以领到护照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在于呢 他现在停办护照 也是一个锁人的一个手段 借助疫情啊 暂时不办了 这样就把人给锁在里面了 即使你有一张签证 你的护照过期了 你也跑不了 那现在短期之内呢 你的护照没过期 你有签证 你也跑不了 因为没有飞机 很多国家也不让你进去 对吧 好 现在呢 就等于从客观上的 还有我们中共国的主观上的 都把人给锁了 好 还有一个呢 就现在呢 中共呢 对华人 所谓的 就是说 长期居住在 外国的华人 进行了户口注销 那之前呢 就说 以前是这样的 以前中国是 没有双重国籍 没有双重国籍 也就是说 你已经得到外国国籍的 你就应该主动 注销中国国籍 如果你不注销中国国籍的 他就 视同你 他就不承认你的外国国籍 就这么一个逻辑 就以前是这个逻辑 你有了外国国籍 你就注销中国国籍 你不注销中国国籍 他就视同你 还是中国籍 不承认你的外国籍 也就你在中国犯了什么事 他就用中国公民的方法来对付你 这个是这样 好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所谓的 公职人员 政务处分法 是怎么样 就是说 所人的 这政务处分法 整套法律 我们肯定就不能去慢慢分析了 它是7月1号开始实施的 然后 它是这样 第31条规定 违反规定出境 或办理因私出境证件 以与既过 或者既大过处分 情节严重的 以与降级和撤职 违反规定取得外国国籍 或者境外永久居留资格 长期居留许可的 以与撤职或者开除 那也就是说 所有公职人员 你只要移民 就说 就刚刚的这一点 就 外国国籍 或者 永久居留资格 或者永久居留许可 那就等于是我们现在俗称的 你入了外国籍 或者你得到外国PR 予以撤职和开除 那就等于你选择移民 你就选择放弃公职 对吧 那前面那条呢 只是说 你还没有移民 但是你 违反规定 就没有在他同意前提下 办理 因私出境护照 这个因私出境证件 不就是护照吗 都要既大过处分 那什么是公职人员呢 那我给大家 讲一下 什么叫公职人员 公职人员呢 实际上就 拗口一点说呢 就是指 履行公共职务的国家 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 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块机关 及人民团体 国有企业 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叫公职人员 那这个就是有点拗口啊 我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最简单的 就是公务员 再加上 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 和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那国有企业明确了 是吧 事业单位就是 现在的医院学校 这样就为事业单位了 对吧 那等于公职人员 这个范畴呢 就比公务员大了多了 那这等于呢 你只要吃 差不多讲不好听 你是吃国家饭的 吃黄粮的 差不多都是公职人员 如果这样就差不多就是这样 那这样的话等于是 所有你吃国家饭的 你就不能移民 你移民就得开除你 你甚至还不能办护照 你还不能去旅游 好 这点呢 先把这帮吃黄粮的给锁住了 而这条政策出来呢 支持者众多 肯定是的 因为呢 中国有13亿人是没出过国的 那这13亿人当然支持了 反正我也不出了 你们也不要出吧 对吧 所以这个呢 也是在国内也是大快人心的 也是增加共产党执政 给共产党执政加分的东西 好了 现在就是看你与这个东西有关无关了 如果你是不出国的人 那当然我们得鼓掌 就觉得这个又 中共又出了个好政策 是吧 把这帮贪官锁在国内了 如果你是既得利益者 你是属于这一圈的人 那你就自己考虑了 然后呢 其实很多的人啊 是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我在海外接触很多的移民 其实现在有条件移民的人 不是商人 实际上就是官商或者官员家属 跟这些都有点关系的 甚至就是一些事业单位的退休的 或者呢 快退休的 他们就准备各种方法 移民或者已经做好了移民 准备跑路的准备 然后这一锅呢 就彻底把这方面给锁住了 那第二 刚刚第三个嘛 如讲的就是华人 海外华人 华侨 应该叫做 就被注销户口 对吧 要注销户口 那注销户口这个东西呢 它是以什么为准则呢 据说它是这样的 据说首先呢 你是有有居留权和没有居留权的两种 所谓海外华人 据说你海外华人呢 是有一部分是有居留权的 但有一部分 其实上是没有海外居留权的 但也他也成为了 长期定居在海外的中国人 这两群人呢 都被注销了中国户口 那他这个准则是这样啊 中国公民已经取得住在国 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 并已在住在国连续居留两年 两年内累计居留不少于18个月 那就是等于是呢 你得到了海外的居留权 在两年之内 又在海外居住超过18个月的 那这种人呢 他就注销了你的中国户口 然后呢 另外一群就是中国公民 虽未得住在国长期居留和永久居留权 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五年以上 含五年合法居留资格 五年内住在国累计居留时间 超不少于30个月 那这个是说一些什么人呢 就说没有拿到PR 他实际上拿着工作签证 拿着学生签证 拿着啊 就说 陪读签证 什么样的合法签证在国外居住超过 五年内超过30个月的 他也注销你的户口 而这个东西呢 就说 他这样做 实际上是 让你减少 就说先给你压力 你不要再出去外国混了 是吧 如果你在外国混 他就逼你回来 因为你不回来 你就注销户口 那你就看你怎么取舍了 因为你呢 如果你在外国长期工作居住 然后呢 你又没有得到外国的居留权 然后他又把你的户口注销了 你就好像是一个 没有组的 这飘飘勃勃的一个人 这样的感觉上 所以他就逼你回 就逼你回去了 逼你回去 再把你锁在里面 那这一点呢 我们在海外是见过不少这样的人 特别这次疫情啊 的确有一帮人就被动又锁回去了 因为那中国人都喜欢回去过年 那在其他有很多在海外打工的人 他们拿的都是一些工作 就学生签证啊 甚至有些人拿的是一个中国护照 然后申请了一个难民的过桥签证 而这种人呢 他们也经常 他们的根 他其实来外国就是为了赚点钱的 为了谋生的 所以他们根还在国内 所以他们这次过年 很多这一批人就回去了 那具量有多大 我不知道 反正我在澳大利亚见到是很大一批 就说回去了 然后这次疫情就全部都锁回进去 锁回去了 就回不来了 那这个呢 就说你通过我刚刚说讲的这几条路子呢 很典型的中共国就开始先锁人 锁人从此把钱锁住了 对吧 逐渐逐渐呢 他就变成了被动式锁国 大家就慢慢回到了毛二世时代了 大家如果是不甘心这样的话 就早点走吧 如果觉得跟着伟大光明正确的日子会继续追 岁月静好的 就早点回去吧 不要去在海外污染空间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